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眼灯哥 今天带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大山之中 180块钱进了那路 它长什么样子 你们没有吃到过的 也带你们找找见识 你看要找到这种上等的那路的话 是很难说的 这边都是大山 上面一些毛马路 这个破太堵了 搞不到 车子开不下来 就是这一家了 没错 你看 这边的房子全部在这种半山药上面 你看到没有 哎呀 看看看 我不知道这些老人家 这边没沟路 而且还一样的种这么多道田 你看下面就舍不得这 这些道田 下面都 还没荒调 下180块钱进来拉路 是什么样的 香不香 好不好 嗯 这下你看得到了吧 哎呀 这个拉路是最好的 又干 又黄 又不是水分 哈哈 这一刀 这一刀 对 可以 关起吧 关 这一刀 搭带还有好多接 空管干嘛 你这人来 这刚刚 那刚 空在那里走的时候 你坐在哪里呢 我刚去的 因为我说你这个 也 也要 也要重装过 哈哈 哎呀 三个都知道是 啊 你去吧 这给你把你都两枪就放了 我 我弹过了这些吗 然后弹过了 还有五个都知道 对呀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这边的纳楼就是放到这样的地方 烘盒出来的 对呀 还有这么多呢 嗯 这纳楼这么值钱放在这里 你爬呢 怕人家偷呢 哈哈 我这碰这个纳楼我一看没关头 对呀 嗯 这个都那么值钱了 我拿我拿哈 那我先走了 这个有多段 哎 走了 啊 收货满满 哈哈哈 收货满满 那么值啊 今天收货满满啊 这个品质相当满意 大概有四五十斤吧 几百块钱呢 不对 几千块钱 大概六千多块钱 现在还是这种毛路的地方相当少了啊 自己开车来这边 还有一点不习惯 哇 来给大家看一下 一块大猪头 哎 嗯 嗯 猪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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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个猪脚好 一块大猪头 这样的猪头啊 价值 凝存啊 你看 带点干的啊 刚刚好这个水费 一百八一斤 欢迎来到东部家 品尝田螺 猪脚 炖腊路 一道 湘西的名菜啊 下次让你们 有苦福了啊 欢迎大家来到家乡尝 拜拜